不要轻易跟网友见面 因为你不知道 也许你跟他网上聊的热火朝天 但背后他可能是个恶魔 有一个女孩呢叫做Lucy 她就是在网上认识一个男孩 两人聊的挺好 然后当天呢 他们就约去餐厅吃饭 但是在吃饭过程中呢 就是Lucy对这个男生的印象不是特别好 觉得他讲话特别的粗鲁 两人吃完饭之后 男孩说我坚持说要把他送回家 Lucy呢就是也不太好意思强行拒绝嘛 就让他把自己送回了家 然后到家之后呢 这个男孩就不断地给Lucy发信息 就说下次咱们什么时候再见面 然后Lucy呢就委婉地拒绝她说 我们还是不要再见了吧什么什么 结果这男孩就生气了 就开始疯狂地攻击这个Lucy说 说就开始骂她这种脏话 然后说我今晚在你身上花了100美元什么什么 就特别难听 然后Lucy就很生气了嘛 就说你以后不要再给我发短信 我现在把你拉黑 然后那个男生就给他说 是吗 你没办法拉黑我 因为我已经知道你住哪了 然后Lucy就很害怕嘛 因为自己刚刚让那个男的送自己回家 现在自己的住址暴露了 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然后呢 Lucy呢就是很紧张嘛 结果第二天呢就听到有人就是疯狂地敲她的门 然后她就看到门口呢 站不就是昨天那个见面的那个男生嘛 然后她就开始报警嘛 但是后来警察来了之后呢 因为那个男生也走了 也没有什么证据去抓她 这事就不了了之 后来这个男生呢就陆陆续续就骂扰过她好几次 Lucy呢就烦不胜烦就后来就搬家了 然后搬家之后呢就清静了一段时间 但慢慢慢慢呢 她又开始收到陌生号码给自己发的短信 就说你在哪我为什么找不到你了 她一猜呢就是就是那个男的给她发的 那个男的还在找她呢 她就不回嘛 不管她拉黑那个号码没多久 又会有一个新的号码去找到她 然后有一天呢 她又收到一条短信 看完那个新的短信之后呢 就吓得整个人大声尖叫起来 因为这一次的留言变成了 我找到你了 下面附着的是一张照片 照片的内容就是刚刚她在床上睡着时的模样 而那个拍摄的角度呢 正好就是站着她床边的那个角度所拍的